最近有小伙伴给我留言问起关于摄影包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我想是时候该做一个小小的升级报告了 因为最近我也对我的摄影包进行了一点小小的改造 大家好 我是艾迪 一名居住在纽约的旅行摄影师 那如果您也经常去旅行 喜欢摄影的话 欢迎关注我这个频道 在这个频道里边分享的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使用的所有的设备 这方法呢 我觉得好像并不是非常的常见 毕竟我上网搜了一圈 发现并没有什么人分享 无论是图文的还是视频的 都没有人这样去做 所以呢 我认为分享出来呢 会给大家能够有一个开阔思路的这样的一个新方案 我这个包呢 是35升的 它写的是编号35 所以其实跟35升是基本上就是一个意思 说实话也增加了很久 要不要换一个小点的 甚至于换成Action那个系列 后来还是觉得算了 不要跟着瞎折腾了 那么为什么会有换掉它的这个想法呢 第一 它的自重很大 因为它的用料非常的扎实 所以这个料有点推厚 推有质感了 所以重量上也就自然增加了 再加上它这个包里边呢 是有一圈钢架用来支撑这个包 不会让它变得软啪啪的 也是对设备的一种保护吧 那么这个钢架就会增加了一些负重了 对不对 还有呢 就是它的内胆的隔断的设计 硬硬的支撑住了所有的这个收纳空间 来保护我们的相机 那么这几点呢 都是增加重量的地方 而那几个本身这个包材料啊 还有这个钢架 我都没办法了 但是这个收纳隔断 我是可以给它做升级的 之前呢 我有给大家分享过 我从它的中号内胆换成了大号内胆 是因为您看我除了相机之外 我还有这个滤镜 还有一些小的配件 这都是我想要给它一起收纳进来的 但是换了大号内胆之后呢 我没想到一个让我很头疼的事情 就是大号内胆上边是多了一个收纳空间 但是我顶仓 可以说基本上就放不下什么东西了 就跟没有一样 可能也就只能放一个Powhead 或者一个小三长架 所以这个是让我觉得很纠结的地方 那用这个大号内胆使了有半年左右吧 我觉得不行 还是得换回来 因为有的时候呢 我未必会带我所有的设备出去 那我上边的这层收纳空间呢 它就是完全空着或者是放不满 那么我同时牺牲了顶仓空间的收纳 里边这一层还没放满 那岂不是很浪费吗 所以我决定呢 还是要换回这个中号的内胆 在换这个中号内胆的时候呢 我就多了一个心眼 稍微的琢磨了一下 咱们刚才不是说吗 它的这个内胆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它的内胆又硬又重 硬会发生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个包 它会把它撑的特别的方 像我这个小身板背着这个包在街上走 就会感觉像是一个圣兜室背着一个圣衣箱的似的 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觉得略显尴尬 所以呢 这个它的厚度是一个问题 还有它这个方方正正的感觉是一个问题 还有这个内胆的重量是一个问题 这三个问题加在一起 我决定不能再看是Moda的内胆了 是不是可能有其他家的更轻更好更小的内胆 可以放到这里边 并且尺寸还挺合适呢 哎 于是我刚好就看见这个Peak Design 它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推出了它的这个 它叫做Cube第二代 V2 Cube1其实我一直都有知道 但是那个1您可以看图片 那个1又厚又大 显得很笨拙的感觉 于是呢 我就去量了一下这个Smoda包的内部尺寸 一定要量内部尺寸啊 特别是它这个包的深度 当然它官网上是有相关的数据的 我们是可以完全直接参考的 然后呢 再去看一下这个Peak Design出的这个Cube二代外部尺寸 这个一定要看外部尺寸了 然后我发现非常完美的契合 于是我就下顶端了 果不其然拿来之后呢 和我想的一模一样 四周呢 都是有这么一个提手 直接这么一提呢 哎 你看 就可以把这个拿出来 这是它那个盖子 可以直接盖上 它这盖子里边是有个海绵的 我把它抽出去了 比如说如果放在包里边 是让它一直这样打开的状态呢 就可以不要那个海绵 那如果就是想把它放在行李箱里边 当成一个盖子 起一些保护作用的话 那就把它那个海绵呢 给放回来 所以说目前的这个内胆呢 就是按照我现在所有拥有的设备 就是平时我出去 差不多就是带这些设备而设计的了 那么这个小兜呢 就是我非常喜欢的 它实际上是可以拿下来的 它可以粘在任何地方 可以粘在这边 也可以粘在这边 非常的贴心 我觉得这个设计 我很喜欢这个小袋子 哎 放在这也不错啊 不太占地 总之 总之 把这种小的配件 放在里边呢 就不太容易丢了 这个是我现在的电池 放在这刚刚好 滤镜 放在原来这个顶仓的这个位置 关于这个滤镜包呢 我就不再单发视频详细的去说了 因为我觉得好像需要的人特别的少 所以呢 大家如果有这种特殊的需要的话 过两天我会补一个图文的 还有呢 如果大家着急看 可以直接去我的网站 看我更新的博客文章 我已经写好一篇关于这个滤镜包使用感受的博客了 欢迎收看 这个内胆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 就是它会比史莫达自己原装的内胆要矮一点 矮一点的好处是 让这个包就不会撑得那么紧 撑得那么直 像一个箱子了 它直接再通过两侧的这个袋子 就可以把它收纳进来 让这个包变得圆一点 扁一点 所以看上去呢 会比以前在整体视觉效果上 要觉得它小了很多 所以这一点呢 就是达到我自己想要改造它的一个主要目的了 就是不要看起来太蠢笨 再者呢 这个内胆 比史莫达 圆装内胆要稍微的轻那么一点 当然有人会觉得那几百克不是特别的重要啊 但是如果就是走的时间长一点呢 我觉得一百克都会很要命 所以说尽量咱们能找轻的材料 就让它变得更轻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尼康 Z机身的用户 特别是如果您有这个 一百四百 那么 Pick Design的这个 隔断的尺寸是刚刚好的 当我把这个一百四百的镜头挂在我的这个Z7的机身上 却发现它很难放进史莫达那个原装的内胆里 特别是中号的 因为中号最外延就那么大 它是没有办法调节的了 非常尴尬 其实我认为这个设计的这个问题就是在于尼康的这个取景器 因为它的取景器是凸出来一块的嘛 所以这可能有两英寸的空间 而史莫达就差这两英寸 甚至可能就差一英寸或者1.5英寸 所以每一次我把我的这个相机放进去的时候 这个取景器的这个胶皮都会卡在内胆的边缘上 那导致之前我这个 附设的相机可能已经换了两个取景器的这个眼罩了 这个呢已经是第二个了 Z7刚买的第一个 之前是史莫达的时候就被卡断了 现在这个虽然也看上去好像随时也要掉的意思 但是换了这个之后呢 这个问题会有一个轻微的解决 除了这个小小的升级呢 我还更换了它的腰带 之前那个薄薄的扁片的腰带 说实话一点用都没有 一点用都没有 特别是当我戴的设备比较多的时候 它那个原装的腰带就会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吃力 全部的重量都压在我的肩板上 所以呢我就花重金更新了它的这个后半的腰带 虽然它这后半是给它二代Action设计的 但是放在我这个上边也没什么毛病 现在呢这个负重能力就要强很多了 这个腰带非常的管用 那实际上最早我在买第一个是莫达包的时候 它的那个腰带就是设计的是这种厚的腰带 不知道为什么从这个二代探索系列 它就变得是那个薄片的了 可能是节省成本吧 或者是很多人索性就根本不用腰带 如果背着这个设备走的时间比较长的话 我认为我还是挺需要这个背带的 但是缺点也非常的明显 就是你看这个东西特别的硬 收纳起来非常的麻烦 我这个甭管是在外边还是回家 你看它都支弄在这 往哪放都不合适 所以就挺尴尬的 得嘞 为了能让这个包显得轻一点 我也是豁出去了 这个大猴内胆呀 实际上它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它很长 所以大猴内会到这个位置 所以连这个位置呢 它都会撑起来 整个这个包 真的看上去特别像那个 圣衣的箱子 你看现在换成中号那单 或者说这个是这个Pick Design那单 这个上面如果不放什么东西的话 它就是空的 无论是不是会放东西吧 至少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非常有弹性的 我可以把它收得紧一点 这样背在身上呢 就会更有紧凑感 不会看着特别的鼓 特别的蠢笨了 所以我觉得目前这两个改造 是我认为让我自己最满意的一次升级改造 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是想给所有使用Smoda的小伙伴们呢 开口一下思路提供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 除了Smoda自己的内单 只要这个尺寸合适 咱们都可以选 除此之外呢 想顺便给想要去购买这个包的小伙伴 一点点的建议 那就是买的时候 其实这个包和内单是可以分开买的 在一开始它刚上市的时候呢 并没有提供这个选项 比如我买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套装 必须要买包和它那个原装的中号内单 你想换一别的尺寸都没得选 但是现在呢 我看它在网站上就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选择 就是只买包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 今天这个方案呢 就可以实现了 买一个包 再买一个内单 把它们拼在一起 存一个背包出来 Smoda的包啊 其实都挺贵的 但是如果您仔细去上网筛选的话 符合它这个质量标准的 也就是说各方面都差不太多 防水性能超级的好 背负还比较的舒适 那跟它同档位的产品 其实这个价格呢 不会相差特别的远 如果您手上的设备比较的少 刚刚开始学摄影 只买了一击一镜 或者一击两镜 那么我觉得您还不需要去考虑这种 非常专业的摄影包 当然如果您马上就要去爬喜马拉雅山了呢 那就当我没说 您还是得买一个比较专业的包 给您那个设备加强保护 我说的是日常使用 或者是短途旅行的话 如果您的设备少 不需要买特别贵重的包 特别是Smoda 不便宜 那如果您因为设备不多 选了它很小的型号 未来拓展性又很差的话 就不划算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建议大家先买内胆 包先不买 先买内胆 这样您把内胆放到别的包里边 也许就是不能后翻盖 拿着很方便 但至少这个投资在未来不会重复 也不会被浪费 所以大家可以多个思路吧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关于Smoda这个包的相关内容 如果有其他的问题 欢迎大家在这个视频下面留言 那么也欢迎使用Smoda的这个小伙伴们呢 去给其他的小伙伴出出主意 咱们集思广义互相帮助 然后都希望大家能够买到称心的包 不要瞎花钱 好不好 好了 感谢收看这期的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丁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如果你也喜欢旅行和摄影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哦 我会感受到来自小宇宙另一边的你 我们一起玩摄影吧 如果你想要深度又系统的去学习 欢迎来看看我精心制作的 《城市行者》系列课程 在我的官网和B站都有出售 十几个拍摄案例 详细讲解了从前期的准备到拍摄现场 再到后期的整个全过程 这不仅仅是对基础知识的深度讲解 更是分享我在多年来总结的经验和习惯哦 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